嘿是的 我喜的啦 4月18號新之后裕要進行我們第一次改版啦 改版內容我大概看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喔 4月18號會出這個天才名義貝雷洛 他是一個毒弓喔 但目前的情報是 不知道他是拿短弓還是長弓 我是希望他是拿短弓啦 因為現在短弓的這個角色還是偏少 在五星根本就沒有 哈哈 那如果要長弓也是不差啦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長弓劍沿用裝我就可以帶過去喔 如果有在練這個弓箭手的朋友們 雖然說這個遊戲目前還沒有這個資源重置相當可惜 那毒弓人設是看起來是蠻香的喔 這個就是香噴噴的 哈哈哈哈 那他應該喔 確定他是用跟毒弓喔 我在雲啦 這邊是用毒弓喔 短弓的毒屬性戰鬥喔 那這是還蠻好的喔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有五星的短弓角就誕生了 然後是跟我們的小公主是有關係的 小公主在這裡 小公主後續我們等一下看一下他也是有被改強的喔 但是他的傷害係數沒有改 但是改變一些優化一些技能 不知道有沒有好處喔 好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我們這個五星的活動喔 跟這個新角色貝雷洛 是小公主連接這個活動喔 劇情故事 然後我相信很多會玩這個遊戲的應該都是劇情檔啦 所以看的應該是還蠻興奮的喔 那如果主線完成三支池就可以接這個專屬故事 等下這種專屬故事就是送資源啊 嫖一些資源啊 然後爽一爽這樣子 好 可體驗的這個沛頭騎士喔 就像是 這次的黑太陽是五星黑太陽加我們的納燕 然後還有那個卡佩妮喔 雷盾 然後再加上拉尼 那莉安我也忘記是誰了 但我主要是還是說看這個拉尼為主 拉尼如果可以做高突破的話 圖到圖六的話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一個光屬性的法師 在屬性相剋上會不錯喔 這遊戲就是後期其實傷害真的不夠 就是一定要靠屬性相剋不斷的切換去打怪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現在我們的自動戰鬥會分兩種模式喔 就是將 在這個復活模式就是說 將自動使用這個新人暴走 一種就是不會使用自動新人暴走喔 對啊 然後反正就是一個半自動跟一個全自動的模式啊 看你自己的角色狀態 你的機體夠不夠 可以選擇半自動或是全自動自由的搭配 然後在戰鬥時 敵人的屬性 可能是會把這個屬性相剋變得更大一點喔 就是讓 因為他現在的屬性相剋的那個圖案真的是偏小 可能明天改動以後會偏大喔 好 好啦我們先看這個黑太陽喔 從這個普通技能從7.4%多了9.44% 多了2%會不會影響很多這個 一定要等我們這個明天測試玩再看看呢 2%我覺得還好啦 我是覺得他的普通技能真的還是偏尷尬 可能還會再進行一波buff 再來就是毒公主的這個 普通技能發生的時間從0.27%減少到0.15% 你會發現丟小熊的時候就是他的這個 毒公主的小熊是會這個卡卡的喔 短手綁手綁腳竟然改成0.15% 或許可以就是順發的感覺 再加上這個普通攻擊的這個 普攻啊就是丟小熊的 然後技能達到目標時間 簡單來說也是攻速變快 然後這個應該是增加這個擊退效果喔 就是有這個普攻多的代表其實效果的話或許還不錯 但可惜的是這個毒公主傷害喔 沒有並沒有做任何調整 反而是我們的卡佩奇因為 衝托出這個毒公主太弱嗎 卡佩奇四星的卡佩奇毒法師喔 這個傷害直接大那幅從24%降到12%整個砍了一半 然後元二的30%又降到15%都是砍了50% 那他們的這個官方的說法是這個 系數設定錯誤啊 導致傷害過高直接大到一砍啊 我就覺得這種抽卡遊戲應該是要做集體BUFF 而不是做NERF 這樣子會讓人家覺得很不舒服啊 但是砍了就砍了喔 這是官方的做法 那還好是沒有動到五星角 四星角是很好去做突破 很好去做培養人設是還好 但是如果你要做這樣的砍角色的話 我還是覺得說你要不要做個自願重置啊 你花格可能100個鑽石讓大家可以自願重置 我覺得或許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不然這個資源真的是太難農了喔 在這個現階段無課小課是非常難取得資源的 我相信眾課也是要吃滿底才會有一定 才有體感說我的那個角色提升的非常快 OK 由於無視防禦裝備要進行的調整 所以說這個他們確實現在這個版本無視的防禦效果 無視的這個效果是偏強的 那直接他們的調整也沒有說是多少 那重點是這個啦 我們沒辦法無腦爆大腿了喔 就是說以前是可以造這個陶友等級是90等 我們就可以帶90等的大腿 那現在呢變更以後 這個角色等級很尷尬 但我覺得目前應該還是綁裝備 例如說你現在是60等的機體 你只能帶65等的好友到67等 儘管好友本身是課長90等的話 你還是只能玩65到63的角色 那種意思嗎 就是你反正就是不能以好友等級去做機體去評論了 那我覺得目前看起來不知道有沒有 就做將裝備的這個nerf 如果沒有裝裝備的nerf的話 還是還可以啊 但是這樣子我覺得就是變相的說 哇 不能無腦的爆大腿啊 讓你不用課金這樣子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啦 後來後續就是修正一些小bug 這些bug的話大家就看一下就行了 那主要是說這次的角色更動 是針對我們的毒公主跟卡佩奇 還有直接出一隻新角色 只是這樣子 就是快速的大家看一下 還有這個半自動全自動功能 可能還是比較是重點之一啊 好 我是City型的 我們下次見 大家趕快玩玩看這個活動哦 掰掰